今天精神爽朗空气晴朗阳光灿烂 最近好像瘦了一点 气氛回升 不会是这个镜头美化变瘦 没有完全没有 而且很奇怪 今天气候变得很奇怪 现在居然没有点美雨季节 真的好奇怪 是吗 温哥华今天还在下雪 今天突然下雨 又回到零 下大便了 然后油价 好那我们进入正题 有网友问 我跟您都是策展人 能不能讲些策展的话题 讲点我知道了 我不能讨论策展这个伟大的概念 但是作为策展 我觉得讲一些有趣的经验 有什么您以前策过的 反正是要的 策展有时候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 一直对策展这个事情 是有点回避的 因为我想做理论研究 或者写点批评文章 然后又变成策展 这个身份有点混乱 而且现在的整个艺术界的权力 我们说权力的话 其实如果我们往回看 我们发现它有很有意思的变化 在80年代乃至90年代 这个艺术界的权力 谁掌握呢 编辑掌握 那个时候我主编画廊杂志 我到了任何地方 艺术家都蜂拥而来 因为我要介绍他 要看电影 批评家蜂拥而来 因为他们想要发表文章 所以那个时候 艺术界的权力编辑起很大作用 所以你想到当年美术思潮 那个美术思潮主编彭德 为什么那么出名 当年他是主编呢 中国美术报刘桥淳 这个水天忠 为什么那么厉害啊 他们编中国美术报啊 80年代老力发挥重大的作用 他是美术的编辑 高明年也做过美术编辑 原来是这样的 所以那个时候是编辑很重要 那么在那个90年代到2000年过渡的时候 策展开始变得重要 尤其是海外进来做各种策展的时候 这个策展人就涉及到挑选艺术家的问题 那个时候中国的很多年轻人觉得要想出人头地 非得在海外露一手 那么意思就是要参加海外展览 那么这个如何跟海外展览建立关系呢 海外策展人就很厉害了 所以那个时候海外的策展人 也许他在海外根本就不算一回事了 到了中国来 哇像神一样 艺术家各路去蜂拥而至的去朝白 以至于出现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艺术品 大概在93代下半期吧 什么时候我忘了啊 有人模仿了卡赛双连展的那个邀请 设计的非常精彩 然后发到国内引起了一场线上大波 因为有的批评家拿到这个请柬以后 马上宣称 哦那个批评家 史密斯跟我联系过了 他已经跟我讨论过这个中国车产人的这个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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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老婆去找这个批评家 因为他是代理了 大家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艺术家的作品 然后然后然后就就这个艺术品非常有意思啊 就说明了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说明在这个展览的权力 艺术家的权力往展览走就往趁能走 然后今天呢相当长远行的 今天其实在中国啊 不是在国外 中国艺术界的权力在谁手上 美术馆馆长 因为美术馆馆长决定找谁扯在 你发现有些很多策展人开始往馆长 对对说到这个事情啊 就在西方也是我也是出来了以后才知道 原来在西方各大美术馆馆长 其实他是不能够做任何策展的活动的 因为都是西方他是由策展人来做 但国内的话基本上是馆长的包揽 那是西方 中国的美术馆包了两个身份 第一个身份叫艺术家 你发现没有很多本来不是艺术家的 一当馆长就迅速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对对对对 第二是策展人 这个凡是各个美术馆 很多馆长亲自写前言 亲自策展就重大展览都他们策 其实他们根本也不做什么事 因为他们是馆长 所以策展权力转到馆长 编辑的权力就开始下下 这是策展 那么反过来 我觉得这里边没有什么特别好和不好的评价 这是个事实 这个事实基于一个人际关系 我觉得也不能说西方都是 应该的 中国就不应该 也不对的 因为中国这样做的话也符合中国的这个人际状况 关键是不管你馆长也好还是策展也好 权力到了策展手上 或者策展跟美术馆合作的时候 那么这个策展究竟如何做这是个问题 那么策展人本身也经历过一个变化 从召集艺术家 就是有史 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 我觉得中国的很多策展人 我有时候私底下形容 更像一个厨师 搞点菜 搞点料 这个How beautiful it is 搞点酱油进去三点盐 这个等等等等 反正我们也不用那个像西方的厨师那样的秤来秤去 但是这样下去也不行了 一个是对于批评家来讲 他这样太狭隘 好像就是关系自己的人 虽然他今天也是这样 跟他有关系的人他就会多推 但是这样也会影响展览的质量 所以我觉得策展人 也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他也开始担当一个更重要的批评家的角色 只不过这个批评家的角色 跟原来完全的单纯的批评家有很大的不同 原来的批评家 在某种意义上 他是对艺术作品进行一种 评价或者一种评论 或者一种讨论 但是当你和策展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同时你又具有某种批评身份的时候 你忽然发现你的工作有了一个什么变化 你似乎可以推动某种潮流的形成 或者说可以在多样化的艺术现实里边 选择一些方向性的内容 来把它推出来 以至于形成新的潮流 甚至厉害的话 还可能造成一些运动 这个在可以说 在后八九的一些展览 在北京的一些展览里边 我觉得甚至那些策展联名家 像立宪廷 他还跟那些名字挂钩 比如说这个俗艳 比如说完事 是吧 不管你对这个概念是赞成 还是不赞成 但他流行起来 在我所熟悉的摄影界 通过这个2004年的广东美术馆的那个中国人本 即使摄影就更加的广泛的深入人形 虽然后来有很多人在批评 即使摄影这个概念 不能够对于英文的 但是他这个名词推广了 所以我最近还写一份文章 专门谈这个问题说 其实我们对于一些艺术风格 一些运动的概念 也不要太矫正 它是一个事实 他被推广了 他就深入人形 他其实不一定正确 其实美术是大量这样的情况 几乎没有一个概念 是学者精心推理或者平衡权 他都是一种社会的各种潮流夹起来所形成的 比如说印象主义 比如说野兽派 马提斯一点都不野兽 马提斯非常的优雅 马提斯说 我希望我的艺术像一把安乐椅 结果 结果我们一想起来马提斯居然他是野兽 我们的中国的著名的美术家薛米红 居然说他叫马提斯 如果马提斯知道的肯定气炸了这么优雅的 一个法国人 想创造一种安乐椅式的艺术 想大家没有动脑筋 看着很舒服的 纯视觉享受的艺术 居然他成为野兽 这就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临时里面 我是不必要追究的 那么这是一个策展的一个状态 那么当然在这里边就开始区分出质量 各种各样的原因 有的展览就显得很重要 比如说我刚刚说的中国人本 它就成为 中国八十年代开始到九十年代 达到达至高峰的这个 即时摄影这场文化运动的某种总结 而且他人本这个概念也很有意思 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说 他只是讲一个人本主义 但是在中国这个环境下 通过我们的摄影 提倡一种普通人的情感 强调反映真实的这个民间和底层的生活状态 这种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对吧 那么所以在策展人的任务就复杂起来了 就是说如果你有机会 拿到一个这样的机会的话 那么我们究竟如何能够 把一个展览 做到了 生活人心 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如果是一个展览有后续影响 作为我自己来讲 我个人实践 比较大型的是2005年策划的 联州国际摄影连展 那个联州国际摄影连展 今天已经是中国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平台 在国际上很有名 这当然要得益于从始到今天的最重要的操作者和那个摄影人段月亭女士 所以我很佩服他一件事做了这么多年还能够维持质量 这个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而且在一个这么快的地方 第一届第二届就是我做策展 那么我现在回想起来 段云廷女士也非常同意 我这头两届策展 某种意义上可能真的有某种方向性的质疑 我当时这样想 但后来我发现我的想法可能是对的 比如说第一届联州摄影节展览 第一届联州国际摄影节展览 我的题目叫什么 叫从联州出发 为什么呢 非常简单 全中国那个时候 2005年的时候 全中国就没有一个摄影家 知道广东 北部 韶关地区 有一个地方叫联州 这是穷地方 没人知道 但是 各种各样的奇怪的原因组合在一起 促使了这么一件奇怪的事情 从一个 穷地方 而不是一线城市广州开始 从联州开始 开始一个摄影节 所以我当时都开玩笑 我说对 今天中国摄影界 没有人知道联州 不过我们经过努力 有一天会反过来 如果你不是到联州 对不起 你一定不是摄影家 所以我那一次的 第一个展览的题目叫做 从联州出发 那现在想起来 很有意思啊 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 摄影运动 我把它称之为 咱们 即使摄影是不同 完全不同 我如果要定义的话 它是一个 强调个人观看的一个开启 个人立场的开启 影像多样化的开启 所以我说从联州出发 那么我的主题是 观察与被观察 我们是观察者 我们又是被观察者 后来 很多很多的展览 一直在做 每天做 每天做 今天应该是第17年了 他们又在邀请我做他的学手主持 然后回想起来 说哎呀 还是你当年这个第一个题目 定得非常精彩 从联州出发 的确达到一个这样的目的 就是 今天 中国摄影界 我觉得可能不止中国摄影界 可能世界的整个摄影界 相当大的这个圈子一样 没有谁不是他联州的 这的确 对现在 当时我这样讲 他的确做 当时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功劳 还是段宇天律师的 这么多年的努力 所以我在任何场合 我都要确认他 因为我觉得他不简单 因为当中在中国做事情太不容易了 他能够维持一个质量 维持一种品位 太不容易了 我跟他经历过最初几年 我们是整天裹在一起 这个做了很重要的工作 那么这个展览对我来讲是很重要 就是说 如何通过一个展览 开始一场 我们来说运动 开始一种新的方式 如果我要总结起来的话 为什么我把它叫观察与被观察 为什么 就是摄影首先是观察 对对对 摄影的我们对摄影的定义 就是说中国以前 大部分情况下对于摄影的定义 都非常奇怪 其实都在模仿美术 讲构图讲光线 没说一次是光的艺术 OK没问题 讲后来讲题材 但是我认为摄影和其他视觉艺术 和其他绘画艺术不同的地方在于 摄影是一个观察和被观察的关系的问题 我们只能站在一个这个点上 我们才能讨论圣证 也就是说当你拿着战案机的时候 你必须有对象 你如何去理对象 对象跟你发生什么样的关系 这是最根本的 所以第二年还是我做策展 我还是回答这个题目 第二年策展题目就变成什么 原点 就是说我们要回到原点 还是观察与被观察 我们的原点就是这个 就是说强调摄影的出发 摄影就是一个机器的眼睛 就是我们眼睛器官的外移 摄影对我们最重要的考验 就是当有一部相机的时候 你应该有这样一个问题 或者至少别人会问你这样一个问题 你看到什么 你不要以为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 绝大多数人拿起相机 看了半天才惊讶地发现 他所看到的别人全看完 这摄影的难处 因为每天在摄影 这么多拍照 我们说在海洋 摄影的汪洋大海里面 图像的汪洋大海里面 你以为你的观看容易出来吗 这里面就回到 苏格拉底最重要的问题 苏格拉底的问题是 我们知道什么和我们如何知道 那么对于摄影的观看的问题 也很简单 你看到的是 以及 你如何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